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臣服的是有652个国家 武皇环斯西归 在他申签的都一号经举行大型典礼 正式宣告周朝建立 周皇朝建立之后 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 武皇以小邦之军统治愚子规模的区域 随时都会发生诸侯灌乱的事件 为了巩固政权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武皇决定按功行赏 李宗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 实行以周皇室和中心的分封政治制度 首先授封的功臣主要有太公望 周公弹等人 为了控制广阔的新征服地区 周朝仍然应用双的分封制方法 将皇族、功臣及先代贵族 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 先后授封的有 鲁、齐、燕、慧、晋、宋、桐、桐等 七十一个诸侯国 周母皇建立了周皇朝之后 只是四年就病死了 他的儿子基重职位就是周承王 那个时候周承王只有十三岁 还未处理政务 于是由武皇的弟弟周公弹 帮助成皇掌管国家大使 行使天子的职权 历史上 通常不直接称呼周公弹的名字 只是称为周公 周公尽心尽力 帮助成皇、管理政事 但也是遭受到周母皇的弟弟 本叔、蔡叔的差忌 他们在外造谣 说周公有野心 想散夺皇位 这个时候 周皇的儿子武庚 不满足于周朝风给他的殷侯地位 想重新恢复恩赏的皇位 武庚听说周朝内部动荡不安 就与管叔、蔡叔串通起来 联络了一批恩赏的旧贵族 还煽动东移中几个部落 起兵叛乱 武庚和管叔等人制造的谣言 很快传到号经 一时谣言四起 连招公式听了都怀疑起来 盛旺年少更分不清事实的真偉 所以对这位辅助他的叔父也不太信任 周公内心很痛苦 他首先向赵公式推心指腹地表明心意 告诉赵公式他绝对没有野心 要赵公式顾传大局 不要听信谣言 他这番诚恳的说话 感动了赵公式 消除了大家对周公的误会 周公在调和内部的矛盾之后 毅然调动大军 亲自东征武庚 这个时候东方有几个部落 都与武庚串通一齐 蠢蠢欲动 周公授权给太公望 各国诸侯有不服周朝的 太公望有征土特权 这个时候由太公望控制东方 周公自己全力讨伐武庚 周公化作三年的时间 终于平定了武庚的叛乱 杀了武庚 周公平定了叛乱 将本叔隔了职 将蔡叔冲了军 管叔觉得自己没面 去见他哥哥和侄子 就上吊自杀了 周公东征结束的时候 抓获了一大批双朝的贵族 因为他们反抗周朝 所以称他们为还民 周公觉得这批人 留在元朗的地方容易滋生事端 同时又觉得 浩京远离东部的广大中原地区 控制起来很不方便 他就在东面新建一座都城 叫做洛义 将殷朝的还民都迁到那里 派兵监视他们 这样一来 周朝就有了两座都城 西都是浩京 又叫做中洲 东部是洛义 又叫做成洲 周公辅助成王执政了七年 不单加强了周王朝的统治地位 而且还为周朝制定了一套典章制度 到周城王满二十岁的时候 周公就将政权交还给城王 周城王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康王职位 这段时间前后大约五十年 是周朝强盛和统一的时期 这个就是历史上所说的 城康之子 某本月 后来 票 票 то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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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